香港反修例风波掀起罢工罢课浪潮 中学生罢课联盟成功号召90所中学参与 发起903全港大罢课 宣扬罢课不罢学的原则 而在运动前夕 联盟正在筹备来临星期日的罢课集会 预料会有近万名中学生热烈响应 希望集合深深学子新生向港府施压 中学生罢课联盟 今天中午召开记者会 呼吁中学生参与9月3号的全港罢课 逼迫政府正面回应五大诉求 如果政府在10天后依然无动于衷 学省不排除会升级行动 发起各种不合作运动 例如堵塞校门 堵交通 除了903 联盟也在筹办9月1号的 天马公园中学生罢课集会 预计会有大约9000名中学生响应 不过集会目前还没取得 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 发言人强调联盟不是大台 只是一个为学生提供资源的平台 包括设计宣传单让学生在校园派发 解决学生对罢课后果的担忧和疑虑 有律师会提供法律援助 帮助一些被捕的学生或者被民事起诉的学生 另外我们也都有和提供 意教的补习平台联络 有关平台可以提供学生联络 以教老师补习 确保学生的学业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协助学生达至罢货不罢货的原则 针对香港教育局早前发出新指令 指名教师能以不知道或我也不理解 回答学生对于香港当前局势的疑问 对此联盟感到非常愤怒 试则教师应该传道授业解疑惑 如今却在大是大非面前欺瞒学生 联盟也炮轰特首林郑月娥 自称香港之母 却无视港民心声 莫许警方已再伤害示威者 联盟希望凭借学生的力量 唤醒全港市民对民主的追求 积极参与抗争 集合群众力量向政府施压